一位赖姓民众昨天在船一路二段以及中山路二段的巷口持货到五倍券 总共有三个完整信封未拆封面额共值15000元 五节分住所的园警赶紧来通报分局各单位学寻施主 而开罗派出所也回报曾有理性民众电话询问有无实德五倍券 园警立即与理性民众来联系比对遗失的特征数量 行经的路线以及实德地点并调阅路口监视器 确认该五倍券确实为理性民众所有 并发还这遗失的五倍券让施主是感谢万分 理性民众致电询问有无实德五倍券等云 本所随即来联系这位理性民众 那经过询问有关理性民众所遗失的五倍券的相关特征 以及本日行经的路线 均与本案的遗失物还有实德地点都相符 另外本所遗调阅监视器发现来厘清确认施主确实是理性民众 那本所遗规定制作笔录来发火 罗隆警分局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对随身的物品应该妥善保管 并注意随身的包包以及口袋避免自身财物遗失 民众若实德遗失的物品务必要送到邻近派出所 以避免涉及相关刑事责任 遗免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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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